好 中波到了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台美颱風遠離 午後北臺灣的天氣放晴 臺灣附近的水氣還是蠻多的 各地天氣比較不穩定 中部以北地區跟金門是多雲道晴 午後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南部地區以及中部以北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今年第21號颱風康瑞在昨天生成了 未來幾天將朝向西北溪來前進 到時候可能會有逐漸北轉朝向琉球方向前進 不排除西沖直撲臺灣 在溫度方面 今天北部跟中部都是25到32度 南部26到32度 東部比較低是24到29度 再來看到台美颱風逐漸遠離 但是外圍環流還是持續影響臺灣 西隆北海岸出現降雨情形 至於25號早上形成的康瑞颱風 中央氣象鼠坦炎會不會接近臺灣 北轉時間點將是關鍵 那為了這週天氣 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喔 那在明後天來講的話 主要應該還是水氣會是比較偏多的狀況 台美颱風雖然逐漸遠離 帶外圍環流持續影響臺灣 探看路徑圖來看左下方 台美颱風往中南半島前進 迫近後會往東折返就會稍微減弱 對臺灣就會比較沒有影響 至於第21號颱風康瑞 預計在下禮拜一 二 逐漸北轉朝琉球方向移動 隨後就會往東北日本前進 不過路徑還是保有不確定性 那但是還是有些部分模式會顯示就是說 他這個北轉的速度 北轉的時間點 時間點可能會是有比較晚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就以這個情形之下 可能就是會對於就是 比較對於臺灣的一個距離上 就會有比較偏近的一個情形 會不會波及中央氣象鼠也坦炎 北轉時間點是關鍵 至於外郵州天氣狀況 二十六號整體大氣環境不穩定 東半部南部和外島不定時 會有短暫正雨 週日二十七號 以東北風和東風為主 北部和東半部有局部降雨期率 但於是會稍稍緩和 到了下週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和東半部容易有雨 氣溫也有所改變 提醒大家北台灣氣溫要轉涼了 氣溫會一路下降 最低溫可能落在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中南部和花東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雖然台北颱風逐漸遠離 但外圍環流東北季風和康瑞颱風 最新動態還是得多加留意 暫力新聞 李維瑞頂區 台北等我報道